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妈妈把地扫一下 扫地 不方便 不方便 哪里不方便 你不就怀个阴怀怀着孩子吗 怎么 怀着孩子就那么娇气 还不方便 赶紧拿扫地 你看在地上脏了 姐要不然地你就扫一下吧 我这真的不方便 我连坐下我都特别费劲 你敢说让我扫地 那扫地能是我做的吗 娶你来干嘛的 娶你来就是干活的 赶紧扫地去 行我知道了 还说坐着不方便 我看你做的挺稳当的 装就装 我扫干着你 整天啊 就自己把自己给供你来 不知道自己多宝贵了 我说妈妈 你怎么 还把你手机来了 姐 我在网上给宝宝选东西呢 给宝宝选东西呢 活都干嘛好 还选东西呢 选什么选呀 姐 你看这孩子 过几个月就要出生了 他什么都没准备呀 我就想着 在网上选一些东西吧 准备什么呀 你不说了吗 过几个月还早着呢 你悄悄把你给挤的 姐 看你这话说的 我又没婆婆 就你这一个姐 你也不帮我准备准备 让我帮你准备 你自己没张手啊 自己没张脑子 行了 听你废话说的 我都忘了 我找你有正事了 我问你妈妈 那衣服怎么给我洗烂了 洗烂了 姐 是不是愿我用洗衣机洗了 没有手洗啊 什么 你竟然把我的衣服用洗衣机 喂 120吗 医生 我的孩子 真的没保住吗 对不起啊 我们已经敬意了 但是孩子确实没保住 那我怎么给我老公交代啊 给你老公交代 对啊 你现在还想着你老公啊 我刚才听见你姐 跟你老公打电话了 你老公好像在外面赌博 欠了不少钱 你姐这么做 打你的原因 好像就是想让你和他离婚 什么 医生 这是真的吗 我刚才 姐打电话的时候 我对他旁边 好像事情就是这样 怎么会这样 妈妈 姐 你好点了吗 姐 我好痛啊 姐 医生给我说的 都是真的吗 她说 我老公老是赌博 你是可以把我孩子打掉的 想让我受拖累 妈妈 其实 你现在孩子没了 姐也很心疼 姐也没想到事情会发展呢 这个样子 姐当中就想着 爸爸现在 整天在外面赌博 欠了好多钱 怕你受连累 就想让你跟他离婚 所以 姐在对你不好的 可是 没想到你那么傻 还没想着跟他离婚 反而是姐 失误 让你流产了 姐 我不怪你 姐 你是为了我 大鹏 那赌博 欠了那么多钱 我是为她的妻子 我有义务帮她还钱 妈妈 你不能这么傻 你还年轻呢 挺姐的 趁早 大鹏你俩离婚 这样 你以后会有更好的生活 不能让我们 一直这样耗着你 妈妈 这么多年 你为了这个家 为了大鹏 付出那么多 姐都看到眼里 记在心里 大鹏他现在 一点都不争气 除了赌博 还是赌博 欠了那么多债 整天 不务正事 你这一次流产 我给他打电话 他连接都没接 妈妈 你还是跟他离婚吧 姐 他连天马都不接 是啊 他怎么会这样 姐 我听你的姐 但是姐 我舍不得你 妈妈 你是个好姑娘 以后 一定会有福的 我知道 都是我们家 对不起你 你先躺着休息 姐啊 去给你买点营养品 给你炖点补的汤 让你好好补一补 行 姐 可怜 也不弄 你怎么弄 妈妈 你这干嘛去啊 那么着急啊 我去上学 你去上学 现在才几年都去上学 早上去背书记性好嘛 我先走大学不跟你说嘛 你行吧 这丫头上学怎么去那么早 这个漫漫今天怎么又去那么早 我看了怀里拿着东西呢 是不是有什么事儿漫漫问 不行 我得看看去 看这个漫漫 下车 昨天我家没做饭 这奶你就喝吧 还有这枣 你吃吧 喝吧你 这车太热了 慢点喝 慢点喝 大哥我上学该迟到了 我先走了 我走了 这个漫漫 她在干嘛呀 那不是有个人吗 我得问问她去 大哥我明天再来看你啊 我走了 妈妈 姐 这怎么回事儿呀 你过来姐 你过来姐 我告诉你 告诉我这到底怎么回事呀 妈妈 姐那个大哥是个好人 他以前救过我 救过你 什么时候呀 姐 就是我刚上高一的时候 我每天放学都被高三的学生欺负我 给我要钱 我不给他们钱 他又打我 所以这位大哥 帮我 赶走到他们 这个大哥是我们学校门口卖棉花糖的 现在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他变成这样子了 他也 没有家 没有饭吃 我就每天 从那家吃点饭 给他吃 没想到今天 今天被你发现了 什么 找你要钱 是啊姐 那你怎么 从来没跟姐说过呢 不管怎么说 有什么事儿 你也要告诉姐呀 你说 你这是在做好事呢 也不跟姐说 既然这个大哥帮过你 他肯定是好人 不管是什么原因 让他变成这个样子 咱们呀 都该帮他 你呀 所以应该跟姐说一声 姐 咱怎么帮啊 咱两个女孩 该怎么帮他啊 妈妈 那他既然是你们学校门口摆摊的 那他 没有家人吗 在这边 有没有什么亲戚朋友呀 如果有的话 咱们呀 就帮他送回家 可能现在啊 他的脑子出现问题了 记不得自己的家在哪里了 咱们送回家 他的家人呀 会给他更好的照顾 姐 我已经打听很多人了 他们都说 他没有家 一直都在这摆摊 他孤身一个人 我跟他挺可怜的 所以我就帮了他 姐 我没告诉你 我怕你知道了 会生我气 说我不好上学 关心闲事 慢慢 我的傻妹妹 你说 你这是在做好事呢 姐怎么会怪你呢 平时啊 咱就得做一些好事 乐于助人 再说了 这个大哥是个好人 之前啊 他还帮过你 还救过你呢 我更不会怪你了 这样 既然呀 他没有家人 咱们呀 就先把他 借回家里去 借回家里呀 等找到他家人了以后 再把他送回去 你看行吗 行 姐 都听你的 我们先把他接到家里去 然后再看看 他仔细问他 有没有什么家人 再把他送回去 走了 咱们呀去接他 好人呀 总会有好报道 以后出门在外啊 遇到能帮的 就帮一下 听到没 这样的话 以后啊 咱们遇到困难了 别人也会帮我们 行了 没想到你也那么善良 走吧 赶紧接大哥回家 你还要上学呢 走吧